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蚂蚁杀树的做法 这道菜好多厨师都做不好 很多厨师都做成了肉末煮粉条 首先准备香粥几根 切成细一点葱花 当然越细又好 切好,先放在碗中 再准备几个大蒜 使出吃了一劲,把它拍碎 忘记了,还有一块大姜 然后拼命的剁啊剁啊剁啊 剁的和沙子一样,就好了 再两点泡好的梅菜 拼命的剁啊剁啊剁 这就是这道菜的灵魂,蚂蚁 剁碎之后放在碗中 这是一碗提前剁好的瘦肉馅 再准备点河南正宗红薯粉条 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 下面可以烹饪 锅烧之后倒入梅菜 调火用铲子炒啊炒啊炒啊炒 一直炒到可以飘起来就好了 最后炒到碗里去了 来一勺不要钱的油 刮好锅之后倒回老家 再少来一点油 把肉麻炒一下 这样做炒肉麻不会粘锅 最后加点老醋调食 炒好后倒在罩里中控下油 再用勺子压几下把油解出来 最后倒在案板上 手持屠龙刀尽情地发挥吧 最后肉麻被剁得粉身碎骨 都好装在碗里 再来点不要钱的旺清水 下入老家买的红薯粉条 加入食盐三大少 来点十三香 怎么少了点鸡精呢 再来点黑喇叭 调下色 最后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 万一火锅怎么办 加点油就可以了 煮干后加点蚝油 继续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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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煮过前再少来点香油 继续搅啊搅啊搅啊搅 搅到没水就可以了 煮干后再来点油 倒入蒜末姜末炒香 下面倒入炒好的煤切肉末 继续炒炒炒炒炒 炒好之后倒入煮好的粉条 切好的葱花 使出吃着来劲 翻啊翻啊翻 最后所有蚂蚁都爬在树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怎么样做的还可以吧 这才是正宗蚂蚁上树的做法 我是第一大厨的阿隽 喜欢我的作品就关注一下吧